恭喜爹可以撑地了 哥哥 可是谁知道这东西是不是货 别胡说 哥哥 难道你忘了吗 秦皇想用他传千事万事 可仅仅传了两事抱琴就亡了 志愿 郑婆 墨将才 传令各部立刻收拾行装 明天一早随我返回京东 遵命 好 好 宿主 袁盟主 率领诸佛大军 快要进城来了 他们到底是来了呀 陈刘备 百姬列位 仙皇天明 冬贼 冬贼祸乱天下 殿无宫廷 焚毁宗庙 泄斗 宗庙 宗庙 哥呀 这说两句就行了 谁知道啊 先帝爷 听得见听不见 刘备 尤备 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历史 此生此事 臣定要剿毙叛贼 堪平死海 光复宗庙 忠兴皇室 宣战老弟 我去问你 袁绍何在 我听说在佳德殿上 为孙坚制酒庆功的吧 你可愿意 随我去见他一面 好 我与你去 孙将军 请 孟德兄班师回巢了 哈哈哈哈 情况怎么样 大圣而归吧 救回圣家了吗 我没有得胜 我大败而归 而且败得极惨 我行业率兵 追杀赌卓 不要再行养 遭遇吕布的附近 不及伤亡过半 如果不是曹洪把他的战马上给我 此刻 我已经命与吕布几下了 能得孤军追杀 永贯三军随败有容 是吗 我也有一句痛彻心扉的话 想说 你说 你说 说 匹夫数子 不相与谋 曹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袁少 袁盟主 我等会盟以来至少有三次机会 可以把董卓扑灭 可是 都被你们生生给错过了 好 第一次 就是我等会盟之初 我建议趁董卓无防 兵分五路攻取洛阳 可是你们不听 第二次 就是董卓刚刚出关的时候 我建议出骑兵 恭喜董卓的后方大义 可是各路诸侯各位名利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都不愿意率先出兵 第三次 就是董卓席前我率兵追杀的时候 你们本该派出所有的旌旗肖将 清夜持缘于我 可是你们都按兵不动 支持我大败 这话就是 孟德兄不对了 你为何追杀董卓啊 那是因为你贪功心切 孤军深入 为何呀 你想独自截得天子啊 怎么样 中了董卓的圈套 那才大败而至 没错 我是有些轻率中了董卓的伏击 可是在我被伏击之后 如果能用上万的旌旗继续追杀下去 一定能够斩杀董卓即会生下 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 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 就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伏击 董卓伏击得逞之后 必然值得一满以争交兵 他料定我们不敢追杀 根本想不到追兵之后还会再有追兵 梦得此话深得兵法精髓